我不抱怨 出生停久 也不要清醒 上来富贵 太阳不能照耀一年四季 靠自己撑起一片天地 穷孩子 富孩子 富而不将 穷不失智 人若不知四平庸 成功要靠心动 成功的喜悦 愿意付我奔向 奔向 姐 你说怎么办 她是邪恶军团派过来的 她会欺负你的 我去书铺街大雪店找她 你们俩一会儿去找我 放心吧 姐不会有事的 永恒 为了燕子公主 我要开始战斗了 哎呦 燕子 我的小美人 小美人 我可都安排好了 你看啊 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咱俩今天一醉方休 你先把自行车钥匙给我 你都到这儿了 近不近可由不得你了 这把车钥匙给我 我看你往哪儿跑 走啊 我要你先送我件礼物行吗 你说什么 礼物 送礼物啊 好啊 你说要什么吧 这两边的店铺你随便喝 东西随便拿 不给我就砸了它 那走吧 好 走 你好 请问有手电筒吗 有啊 要大一点的 好 来吧 装煞电池 我试试 嘿 燕子 你买这东西干嘛呀 不会是想陪我巡逻去吧 也好 夫上夫随嘛 嘿嘿嘿嘿 我们家住的地方没有路灯 晚上回去天都黑了 所以我想买个手电筒 这样的话 我只要一打开手电筒 就会想起你 就知道路该怎么走了 哎哟 你听听啊 什么话惊他这么一说 这听着那么顺耳 多少钱 四十五块钱 交钱吧 多少钱 四十五太贵了 小心我把店给你封了 快便宜点 算了吧 你连手电筒都买不起 我不要了 太贵了 别走啊 我买 不用找了 哎 你看 人呢 走了 哎呀 我跟你说 只要我一来 他们就全安排好了 走吧 我不喝 上这儿不喝酒干嘛呀 今天咱们一醉方休 倒上 我不会喝 不会喝也得喝 倒上 倒啊 这儿没点事了 出去吧 服务员 上壶茶 好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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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 还没喝就醉了 和你在一起 能不让我醉吗 这就叫酒不醉人 人自醉 来 来 谁让你进来的 这位小姐要茶 是我要的 你不会连茶都不舍得让我喝吧 不会的 干吗 干嘛 干嘛呀 干嘛呀 干嘛呀你 干嘛呀 出去 松开 住手 走啊 你干嘛呀 你干干嘛呀 干嘛呀 你让我干嘛呀 姐 她没怎么拎抱 没事 她对姐挺好的 她还说请咱们吃饭呢 服务员 再添加副碗筷 来来来 坐下 坐下 坐坐 坐坐 姐 没喝就多了 谢谢 谢谢啊 雨昊 你看这是她送我的礼物 怕咱家路太黑了 不好走 姐 这么大 走喽 雨昊 上车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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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回去了 谢谢你请我们吃饭 不信 不信 小黄黄丫头 又把我给耍了 我看那个杜六 对你不怀好意 你平时可要多注意点啊 他对我不怀好意又来已久了 想占我的便宜 凭她的智商 没门 风哥 我解释女圣斗士 一般人不是她的对手 你就放心吧 雨昊 把手电关上 手哪电 这里可真美啊 那你就多住几天吧 妈的客人 你挽留什么 他是我哥 我当然可以挽留了 其实吧 我也想多住些日子 什么 小风 怎么了 那屋你睡不惯啊 我呀 不能再占用燕子公主的房间了 她每天得学习呢 这孩子真懂事 是啊 那这样吧 你和雨昊到我屋去挤挤 不用了 阿姨 来 走 雨昊 我也回屋睡了 爷爷 我扶您过去吧 不用 在自己屋里扶什么呀 快去睡吧 那您慢点啊 来 你怎么不敲门 就进来啊 土阿姨她们都睡去了 我敲门怕惊醒她们 她们都睡了 你干嘛不睡啊 我上厕所去了 学这些东西 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你学它呀 简直就是浪费生命 浪费时间 浪费钱 你怎么想我不管 我怎么学 你能不能别忘家评论呢 不是 你不觉得你太苦了吗 你有的时候啊 只要换一个活法 就会感觉到甜了 我呀 一直渴望换一种生活 但这种生活 必须靠我自己努力去创造 不是靠别的 这种努力呢 过程是快乐的 结果呢 也是快乐的 就像我现在的 这种状态一样 努力并快乐着 其实吧 有时候人生啊 是丰富多彩 多种多样的 你只要去第七度空间 看一看 你就会发现 原来宇宙 是那么的丰富多彩 我现在只想着学习 其他的对我来说 都太遥远了 一点都不遥远 只需要一台电脑 一个鼠标 还有宽带 你就会发现 原来你和世界 是那么的近 你要想了解什么 你只要在电脑上一输入 再一点就OK啊 OK 好吧 那现在请你睡觉去吧 我现在要做题了 你如此珍惜时间 让我都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那就什么都别说了 睡觉去 哦 对了 另外呢 我还要正式的通知你一下 我对你有一个建议 我希望你尽快走 最好明天就走 不管我妈根本跟你走 你也尽快离开这儿 因为这里的一切 都不属于你 你在这难受 我们也别扭 不是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反正 图阿姨什么时候走 我就什么时候走 图阿姨要不走 我也不走 那就随便你吧 我希望你把晚上的时间 留给我 我做题的时候 不希望有任何人打扰 听懂了吗 走吧 快点啊 妈 您就跟乔峰走吧 等我上高三的第二学期 您再回来 您放心 您走这一年的时间 我肯定能坚持住 到外头去伺候别人家的孩子 让自己家的孩子在这儿受罪 我心里不舒服 妈 您想您去一年能挣回一万块钱的 这钱对咱家来说多重要 是 钱是一方面的问题 还有 我是担心乔峰留在这儿 影响你的学习 真女莫若母 您说的太对了 我宁可苦点累点也不怕 就想让乔峰赶紧走 他在这里实在是太弄心了 要不然这样 我跟你爸商量商量 今天我就带着乔峰回去 行 我也跟我爸说说 让他放您走 雨昂 起来了起来了 爸 燕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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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手把门开开 爸 您就同意我妈跟乔峰走吧 人家乔峰大老远来的 确实是真心实意的 您就答应了吧 燕子 你这一开口 爸还能不答应吗 只是你妈这一走 就苦了你了 爸 您就放心吧 我肯定能照顾好这个家的 而且肯定能保证好我的学习 我都跟我妈说好了 等我高三第二学期的时候 她就回来 这样的话 我只要用几个月的时间 集中复习就能考出好成绩 我保证 再说了 我妈要是去乔家 能挣回一大笔钱呢 那我上大学的钱就没问题了 弟弟上中学也没问题了 好吧 公主 这样 我啊 找我妈要一笔钱 供你上大学 虽然我们家没钱 但是白要别人家的钱 我们是不会做的 燕子说得对 这种事我们做不来 不过你的好意 我们心领了 对了 乔芳 你可以跟你图阿姨走了 爸 我去上学了 好 燕子公主 希望我们能 经常见面 拜托你照顾好我妈 谢谢 志远 燕子 你走了 这两天怎么不来找我呢 我昨晚找你去了 我看你出去了 你那么着急干嘛去啊 去镇上找我弟跟骑士去了 你还真把他当骑士啊 志远 你说他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 还是城里人都那样 简直冻死我了 我来请 冯兰哪 冯兰 这苦日子快熬到头了 你还叹什么气啊 爸 我不是为苦日子叹气 我是为咱家燕子叹气 你说 这燕子 要是能生在城里该多好啊 就不用受这些罪了 他不该生在咱家 冯兰哪 这话他分两头说 你说咱们燕子要是生在城里头 成天的享福 那未必就能像现在这样有出息 你说是不是啊 是啊 我这要走了的话 这家里家外的 忙前忙后的 这孩子又得受累了 冯兰啊 童林答应你走了 燕子都答应了 他有什么不可以答应的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坐最晚一班车吧 我想把家里再收拾收拾 爸 你干嘛去啊 我到井上挑点水 别 你放下 你放下 冯兰回来 让他去挑吧 你啊 就不用担心我眼睛看不见 冯兰没过门 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不挑水喝呀 从井边到咱家的这条路 我再收不过了 你呀 你就放心吧 爸 你就别去逞强了 爸 你可千万小心哪 知道了 乔峰啊 咱俩可说好了 我就去一年 一年之后我就回来 足够了 什么意思啊 一年之后 你就不想吃我给你做的饭了吧 不是 一年之后我就不用吃了 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哎哟乔峰啊 你总是使命使命的 你到底有什么使命啊 我的使命啊 就是要为我的灵魂 建立永恒的宇宙乐园 乔峰啊 你是不是回去以后 还要玩游戏啊 不是玩游戏啊 阿姨 是完成使命 不是 你为了使命 你就不要命了 阿姨 我跟您说吧 其实人啊 在地球上活得再长 那也是短暂的 只有在宇宙乐园里 人的生命才是永恒的 其实人的灵魂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能量团 一年之后啊 我就变成能量团了 那你变成能量团之后 你爸妈是不是也变成能量团了 不不不 他们不会变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反对我这么做 我也反对 哎哟乔峰你说你 多好一孩子 这脑子里面每天云里雾里 乌七八糟的 哎呀 我要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非一头扎进这盒里 把自个儿给淹死 阿姨啊 您什么意思啊 那我要是您儿子 就会让您蒙羞啊 什么蒙羞不蒙羞的 行了 去 把这尿布啊 晾上 阿姨 干嘛不把这些尿布扔了 给张叔买尿不湿垫上多好啊 这多麻烦啊 尿不湿当然是好了 那东西啊 太贵了 咱用不起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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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爷爷 爸 您这是干什么呀 怎么摔了呀 您怎么能去挑水呀 您真是的 放蓝哪 您真是 看起来爹啊 真是老了 乔峰这孩子不是要回家吗 我心思着 给他挑点水 洗个热水澡 干干净净地回家 别让他爹妈 说咱农村人葬 爷爷 您眼睛看不见还给我挑水 您对我真是太好了 你看你这孩子 说什么呢 我去挑水 乔峰你不行 你没挑过水 你挑不了 你送爷爷回家 我去挑水 不用 我行的阿姨 我自盘走 您走了 爸 您没事吧 这叫伤过 这回又拧了一下 爷爷 来 我来背你 不成不成 这是干什么呀 不行 扶我回去 不行啊 没关系的爷爷 您快上来吧 快上来 爸爸爸您就让他背你回去吧 大小伙子没事 没事 那 好 爷爷 小心点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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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你这怎么了 哎呀 脚崴了 哎呀 说了不让你去 你非逞能去挑 你看看 这下遭罪了不是 你说咱爷俩啥罪没遭过 这算啥呀 快帮我放下 来来来来 你去接下凤兰吧 你去接下凤兰吧 爷爷 你快看一下脚有没有人事 没事没事 张叔 那我去了啊 啊啊啊 杜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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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 我来 你别闹了 别闹了 我来 杜阿姨 你让我试试挑水吧 哎呀 你挑不了 我能的 给我 孩子你不行 给我吧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来来来小心点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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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一定要学会挑水 你学挑水干什么呀 这水打回去 给你洗个澡 你就回家了 我不想走了 你不走了 啊 我现在不想走 我也不能走 爷爷为了给我挑洗澡水 连脚都崴了 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走啊 我要留下来 哎呀 那可真是 喂 爸 我想在图阿姨家多住几天 我先不回去了 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我就是想多住几天 哎 您跟图阿姨说几句吧 我爸 哎 乔老板 哎 你好你好你好 啊 乔峰啊 乔峰在我这儿好着呢 吃得饱睡得香 而且啊 特别的高兴 本来呢 我是说这一两天啊 就跟他一块回城里的 结果他说啊 要在这儿多住几天 您看 就让他多住几天吧 啊 图嫂 乔峰这个孩子比较任性啊 我怕他会麻烦你们 哎呦 不麻烦不麻烦 我跟你说啊 在这儿照顾他 比在城里照顾他 方便多了 乔峰这孩子啊 心好啊 又聪明又善良 你们呢 养了个好孩子 图嫂 我听到有人夸乔峰啊 是我公公在夸他 他们爷俩处的可好了 那谢谢你啊 图嫂 要是你把他改造好了 那就治好我和我太太的心病了 我们两个 会用重礼感谢你的 哎呦 谢不谢的理不理的先不说啊 嗯 只要啊 这乔峰能活出个人样来 最重要了是吧 对对对 让他活出个人样来 那拜托你了 啊 客气了 再见 再见 妈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您跟乔峰走 怎么又突然变惯了呢 哎呦 爷爷不是脚崴了吗 他想在家多伺候爷爷几天 再说了 这家里的粗茶淡饭的 又不多花钱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看您都把他当自己亲儿子了 哎呀 说什么呢 我跟你说啊 你没见过他原来的样子 他原来那样啊 整个就是一个邋遢鬼 现在变了 嗯 变得 变得像你们年轻人说的那个 那叫什么哥来着 帅哥 小帅哥 对 小帅哥 我要是小帅哥啊 你就是小太妹 哎 你怎么偷听人聊天呢 我可不是偷听你们聊天 我是正好经过这正好赶上了 那你有没有听到我刚刚问我妈了 你怎么还不走啊 嗯 你想啊 爷爷 为了我 把脚崴了 要是我这个时候一走了之 那还有良心吗 借口 说吧 你的真实想法 什么真实想法 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啊 你要不说就算了 我还不想听呢 去找爷爷聊天吧 自由 快乐 嗯 你在城里不自由不快乐吗 窒息 城里给我一种窒息的感觉 你在这里每天都吃喝玩乐 一点压力都没有 当然感到自由快乐了 你错了 我在城里啊 也可以每天吃喝玩乐 也没有任何压力 但我并不感到自由和快乐 你知道吗 我来到你家 看到这绿油油的山丘 轻轻的河水 就感觉我的心 像鸽子在飞翔一样 特别快乐 特别自由 而且啊 还特别舒心 告诉你吧 我一直有这种感觉 只不过呢 我不是鸽子 我是燕子 您请 太太是太咸还是太淡啊 你真是先吃萝卜蛋操心 跟你没关系 孟初啊 你是怎么了 晚上饭来扶去不睡觉 早点吃几口又不吃了 脾气还这么大 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更年期也是病啊 你才更年期呢 去什么医院 我得去找乔峰 那个屠嫂 不能把我儿子夺走 又来了 你在说什么呢 屠嫂怎么可能把乔峰夺走啊 她夺走乔峰 拿什么来养她呀 你说这个乔峰是怎么了 她对那个穷乡僻然 怎么那么流连忘返啊 留下总有留下的理由 她在土嫂那儿 我一百个放心 你放心我还不放心呢 那儿子在城里生活了十几年 突然跑到农村去不回来 你说她是不是中邪了 她中邪有土嫂帮着治 你要中邪了 我就倒霉了 你是不是想让我发疯啊 不是我想让你发疯 你就能疯的 疯不疯啊 全在自己对心态的把握上 过去因为太忙 给她的母爱少 现在想给她母爱了吧 她又不要 你说气不气人 不吃 太太 您晚上想吃点什么 随便做吧 儿子不在我也没胃口 那我给你做几道开胃菜好吧 开什么胃啊 你是不是想让我变得又胖又丑啊 孟主 你心情不好 不要拿卢嫂撒气 我说我 又是胖又是胖又是挽留 谁知道留下来 倒成了出气筒 卢萨 你应该了解太太的 乔峰不在身边 她身边的人就会倒霉的 跟她越近越倒霉 我不是吗 我才是最倒霉的 好了 别计较 今天晚上 做几个清淡一点的菜 鱼虾类的海鲜都不要做了 好 免得太太上火 是 哪怕 是 爷爷 爸 风哥 我回来了 哎呀 今天放学这么早 嗯 风哥 我们还能去玩玩玩吗 你还想去啊 我跟同学们一说 电脑里的游戏 有多好玩 他们可羡慕了 但我那次只玩了一点点 所以只能说一点点 我们再去玩玩吧 等我消息 要请是燕子公主吗 聪明 走 谁啊 你怎么又来了 真烦人 你别生气啊 我啊 理解你的感受 原来啊 我上学的时候 比你还刻骨的 就怕别人打扰我 那你还来打扰我干什么 我啊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请示你 什么请示 别耽误我学习时间了 快说吧 我吧 想带你去认识一下 什么是电脑 我认识他干什么呀 你认识这个电脑以后啊 你就会觉得 这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 对你有很大帮助的 什么帮助 把我变得像你这样 魔障啊 明天中午十二点半 我在米桥镇网吧等你哦 一定要来 不要失约啊 拜拜 神经病 等了 我才不会去呢 我还是会去的 但我去 吓死吧 我先给叶子公主扫扫忙 今天是大火宝啊 你们吃饭了吗 吃过了 待会咱们出去玩啊 好 燕子 你别老用榜样的力量来激励我们行不 休息会儿吧 我这不是正在休息吗 吃东西就是休息啊 你看看你吃的什么呀 你还挺讲究绿色嘛 至少这样不会让我的身材变胖啊 你已经很能聊天了 快点快点 燕子 刚才学校门口有个人拦着我 问我认不认识张雨燕 你不知道他长得真帅啊 就是好帅啊 几点了 是二点四十喽 你干嘛这样 你怎么来这了 我在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没等到你 那我当然来这里找你了 谁跟你约定好了 我一点半还要上课呢 还有四十五分钟 足够了 我用十分钟的时间来给你扫忙 二十分钟的路程 这三十分钟啊 不管怎么样 你无论如何都要给我 我很想帮助你的 谁需要你的帮助了 你要是真想帮助我 就请你离开这里 是要离开这里啊 咱们去网吧 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我 走 我说的不是去网吧 你要离开我们三沟村 离开米桥镇 回到你原来的生活环境 这里的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 请你别再用玩耍的心态 搅乱我的生活好不好 好吧 但是啊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当老师的机会 在电脑方面 我绝对可以当你的老师 这一点请你不要怀疑 走 快走 快 这边 坐吧 你想知道什么 他能让我知道什么 他呀 能让你知道你想知道的一切 我想知道 我爸的腰病 有没有治疗的办法 好吧 你看 这里边至少有上百万条 跟腰病有关的信息 你要查的腰病是什么 我就是想查查 我爸的腰病能不能治好 好吧 你看 这里有十几万条 治疗腰病的方法 这样 你可以再继续点击 打开文章 看看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我来试试 好 来 你可以点鼠标的这个键 好 这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 治疗腰病的建议 这些啊 是介绍知识 技能和方法的一些文章 自己要是有电脑的话 可以建立文件夹 把你需要的东西保存起来 看 你还可以这样 看有关的图片 就这样点击 图片就出来了 怎么样 他能给我什么 无论你想要什么 你只要把你的要求 写在这个搜索框里 点击一下搜索栏 就能找到答案了 太神奇了 真没想到 电脑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告诉你吧 其实啊 现在全世界的人 都在用电脑 有知识的人 更是离不开电脑吧 我叫你来啊 就是想让你知道 什么是电脑 电脑能给你提供 什么样的帮助 燕子公主 你该走了 几点了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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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路弯弯 弯曲我的童年 溪水长涼 留佛我的少年 当青春的江湖 高过我只得勇猛 在找魂山 回山水相远 不永远前 只得一分早永远 哎呀 怎么了这是 燕子 嗯 那个帅哥在校园里闲逛呢 哪个帅哥 装了什么傻呀 就刚才那水哥呀 嗯 嗯 嗯 哼 哎 哎 你怎么又来了 来看看 看完了吧 看完赶紧走 别让人家瞎议论我 我会告诉他们的 告诉什么 我呀 我呀 是荣誉军团的骑士 你是我的公主 你看你说什么呀 什么骑士公主的 你这样别人听了 会笑掉大牙的 我同学来了 那个 你就说你是我表哥吧 反正你要配合我 他不是说啥 燕子 你一个人鬼鬼细细在干嘛 我 我没干嘛呀 那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这是我表哥 哦 表哥啊 真的是我表哥 真的吗 乔峰 这是我的三个同学 李小平 彤鑫 公秀梅 帅哥你好 你确定是你表哥 没事 我们三个呢 也想做你的表妹 你愿意吗 哎 你们三个 可以去当公主啊 你看你们 都这么阳光 这么美丽 到第七度空间 去当公主啊 那里有忠诚的骑士 在等候你们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还可以得到 灵魂的永恒呢 嗯 你们知道他在说什么 不知道啊 说什么呢 走吧 燕子拜拜 燕子我们走了 再见 走了 你听到没有 别人说什么 说你脑子有问题 你快回去吧 我要上课了 别影响我 哎 走 走 张叔啊 这些都是 您看哪种方法最合适 咱们就按哪种方法来治 啊 这个是牵引疗法 这个是封闭治疗法 哦 这个是平时的锻炼法 谢谢你啊 敲方 那我先看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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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茁壮成章 天真的少年 已成为当爱情点 乘风破望远航从青春起点 穷孩子 穷孩子 富而不久 穷不失智 若无知四平庸 成功要靠心动 努力拼搏 才能见彩虹 穷孩子 穷孩子 富而不久 穷不失智 若无知四平庸 成功要靠心动 成功的心愿 与风分享 分享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